在北欧沿海地带 你以为远行归来的帆船 一定是满载货物吗 北欧人告诉你 更可能是一场围巾海盗们发动的奇袭劫掠 看着渐行渐进的陌生帆船 战神哥罗罗意识到 这是敌对部族前来侵犯的敌 此刻广袤的海面上 伯格伯爵顽固哥助力船头 持股冷酷冥实目标 因拉格纳所在的围巾部族 西针航行为带上顽固哥 顽固哥在本族内部的宴会上 发誓要让拉格纳的侮辱行为付出代价 好战的围巾海盗 为即将开展的劫掠作战举杯旁欢 返回村镇 准备防御战的战神哥 向领主夫人叙述了 海盗将来袭击 与人担心如何应对 战神哥却坚定转身回应 海岸边村民都在积极备战 战神哥丑龙满面地看着忙碌的人群 放眼皆是老弱妇孺 部族战士大多已参与戏争截掠 剩下善战的男子极少 此时又见妻子笨拙地 拿着剑盾赶来 战神哥无语 一个头两个大 随即以妻子 不是顿女别添乱没有 嘱咐他带着领主拉格纳全家逃亡 战神哥罗洛 独自走上码头防守 看着渐渐靠近的海盗帆船 勇敢的战士一脸严肃 这一战对他来说 或许是最后的终结 亦或是救赎的心神 战神哥曾追逐战士的声望 背叛杀死过同族兄弟 受到审判的他 获得神的眷顾 侥幸留得姓名 曾经的维京勇士 失去了战士的荣耀 过着烂醉如泥的日子 想参与部族的牺牲截掠 也不被允许 留守的战士 面对进犯的外敌 是要拼死保护家园 海盗们在海面上加速滑桨 毅力船头的顽固割舰快要靠岸 脸色严肃高喊 翻船收翻 入侵的海盗加速摇鲁 海岸边 维京老弱妇孺 也已完成战备准备 罗洛指挥 随着入侵的海盗 离岸越来越近 紧寥寥几名战士迟防守 女人们拿上铁丘木棍钉扒 登陆战一触即发 入侵海盗呼啸声起 围京村民也敲起破烂木盾 虽是老弱妇孺 也要誓死抵抗 手持剑斧的罗洛 崴如战神 踏上码头的木桥 独自把守最关键的区域 随着顽固哥的进攻命令 入侵海盗们纷纷下船冲向岸边 村民们的箭矢射向侵略的猛兽 码头上战神哥一剑一副 正面迎击冲上码头的敌人 更多手持黑黄条纹盾牌的海盗 从两侧海岸登陆上岸 随即入侵的海盗 与防守的村民展开混战 顽固哥双持守抚 轻松杀出一条血路 战神哥虽剑砍斧 勇猛异常 奈何村民更多的是老弱妇孺 正面交锋 很快便落入下风 女子和老人至死不祥 尸体遍布沙滩 就连孩童也扛起了盾牌 投入到作战 危急时战神哥赶爆 长剑重斩以一敌二 另一边的顽固哥 扫清了阻碍的村民 目光锁定战神哥 战神哥奋力拼杀 斩杀敌人后 呼喊剩下村民后撤 断后的战神哥 自己却死战不退 剑斧仿佛已与战士融为一体 战神哥立战顽固哥 为村民撤退 争取更多的时间 坚守的村民 在顽固哥的疯狂杀戮下 很快死伤殆尽 体力耗尽的战神哥 也左之右处 奋起最后的余力 威动铁拳 连续砸向敌人 第一道海岸防线崩溃 战神哥高喊 面对战力战优的北欧海道 不甘愤恨的战神哥 无奈选择撤退 入侵的海盗战士 呼啸地冲入集市 撤退到集市的村民们 男子拿上长弓箭矢 女子人手长矛 面对冲上来的海盗 战神哥左右手执矛 连续投掷 送他们的透心粮 村民的箭矢 也纷纷向冲入集市的敌人身上招呼 入侵的海盗 被迫停下进攻 竖起条纹盾牌 阻起了防御盾墙 战斗进入了对峙状态 狡猾的王固哥 一边威胁 一边指挥发起偷袭 眼看情况危急 一个精神老头 劝说战神哥 保护好领主拉格纳的孩子们 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自己老了 不久也会前往瓦尔哈拉神殿 请求留下 代替指挥 王固哥发出最后的通牒 尽管剩下的 都是老弱病残 但满头白发的老头们 却紧握站盾 精神老头提起战斧 从一侧缓缓走出 站到广场中间 只见他摊开双手 做出假意投降的姿态 海盗们上前探查 带敌人走到跟前 只见他抱贺恢复 砍翻两人后 前往英灵殿喝茶 一刻前 精神老头还在奋勇杀敌 曾经的他 也是维京英勇的战士 宁死 也不会向敌人屈服 疯狂的海盗们 向人群发起了最后的冲杀 取得突袭战胜利的王固哥 走进维京不足的议会厅 发出了得意的笑声 此刻远处山峰上的战神哥 看着硝烟弥漫的家园 暗暗发誓 来日必将斩下敌人头颅 祭拜失去英勇王者的英灵